你就是啊 你可想死我了 你可看着呢 终于回来了头儿 抱歉 抱歉 这段时间有事 没能尽到门主之责 这次回来 我会亲自炼制丹药 送给大家 太好了 丹药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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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家伙 一回来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有事告诉你们 再过一两个月 我要回迦马帝国 这么快 事情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萧家幸存的族人 还盼着我回去 不能再拖了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去 此行非常危险 云兰宗的实力 可不会比韩风他们弱 而且你们都走了 盘门怎么办 别人怎样我不管 但我可是早跟你说好了 你要回迦马帝国 我就跟你去闯一闯 见识一番 你的实力我倒是放心 而且你在盘门也没啥用 一起去也行 你 你这家伙 什么叫我也没啥用 那我呢 你这个家伙都能去 难道我不行 你是不是 不想给我练直化形单了 你这骗子找我胆是不是 你真要去也行 但一切得听我的 不然我就把你送回来 那我才不怕你呢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在黑角域创建了个叫萧门的势力 今后盘门学院如果毕业了 你们可以介绍他们加入萧门 可萧门是黑角域的势力 学院对那边一向很忌讳 我就是希望萧门 多吸收一些盘门人才 扎根在黑角域 日后能缓冲黑角域 和学院间的紧张关系 这个想法 我已经跟苏千大长老说过了 等我离开后 你们可以先去帮我管理盘门 顺便了解下萧门 行 你是头儿 听你的 好了 我该去给盘门兄弟炼药了 你们两个 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比试啊 你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人 回来了 萧门 就是厉害 正快就练好了这么多药 是啊 而且品级还这么好 最高的 内院练药的第一人 那可不是说是玩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今天就给大家练到这里吧 好 来 走了 萧门 打一架 打架 你确定 我可不想挨揍 想挨揍的另有其人 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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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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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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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这两家伙啊 听说你回加马帝国很需要帮手 就放话了 你若能打败他们 他们就跟你去见识下云兰宗 那就先谢个二位长老吧 先别蒙着信 打赢路我们再说 不 我要为贱农啊 萧门 要像朋友一样 狠狠地揍他们一带 朋友 朋友 还要揍一带 还要揍一带 你们这两家伙 其实我早就想狠狠地扁一顿了 只是以前没这个本事而已 童儿真要一人对战两名斗王长老啊 又能看当年墙榜上最强三人交手了 还是一对二 童儿要真赢了 那将在内院创造一个无法逾越的记录了 是啊 萧嫣 这次可不要留守哦 我与柳青也会全力以赴的 打败我们 我们就是你的帮手 十招之内 我就让你们乖乖地跟我回加马帝国 十招 我就是认真了 十招 这么厉害了吧 够狂妄的 那就来吧 狠狠 来吧 跟主杀一下 比� margin 都给他 Van Angoy9 黑帮手 整招架 就是这样子 第一招 你也健康 这算第三招 头太厉害了 再来 打内皮困爪 第四招 动手 第五招 这小家伙竟然把三千雷动修炼 到此等地步 现在 可以谢谢二位了吗 你别看啊 他们平时傲得很 其实像我一样 也把你当作值得一交的朋友 胡说 我可是一直把硝烟当朋友 傲得很的是这家伙 我们来看 开山阴 这就是开山阴吗 不愧是地劫高级斗技 就算是你那小女友族中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修炼的 可惜 轩儿给的地劫绝卷轴中 只有两种手印 知足吧 小子 这套地劫绝若修炼到极致 都能媲美听解斗技了 他能给你七中两印 怕也是他的极限了 不过我虽然实力大涨 但云山肯定不是原地踏步 而且原来宗若与魂殿勾结 我必须做好老师 无法帮忙的准备 要在非常之时 有独立击杀云山的力量 你若将第一印决第二印洗灰 就有绝对把握 我 我连第一印都未能彻底掌握 何况第二印 要达到窦黄结尾才能修炼 那只能融合三种异火 施展佛怒火莲 不过这难度 不会比修炼开山硬地 我是谁 你想象中的还难 这倒是意料之中 把三种异火融合起来 莫说现在的你 就算是巅峰时期的我 恐怕也是难以办到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行 继续 你 你你屡败屡战的力量 我想终究会有成功的一天 施了几百次 总算把暴斩波控制在两手之间了 继续 你 这么多天 终于有点进展了 终于有点进展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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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都了三年了 都了三年了 这一天都了三年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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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 你 你 敏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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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炎子 你终于来了 二哥 他们你应该都认识 也要陪我们回家马帝国 那太好了 多谢各位 三位能如约而来 萧炎十分感谢 不过此行危险万分 与云兰宗交手时 还请三位全力以赴 萧门主请放心 我们现在可是同一条船上的 早传同臣的傻事 绝技干不出来 这样最好 事成之后几位的报酬 萧炎定当悉数奉上 那就先谢我萧门主了 矮预 有关 好 登船 好 起程 前往 颜玛帝国 颜玛帝国云南宗 我萧嫣回来了 云儿 还在生为时的记忆 老师 今日怎有空来这静点 云儿 你这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 为了一个萧嫁 便忘了我对你的栽培吗 老师多年栽培 云云自然紧急在心 但一个小小的萧嫁 您何必对他们 这便是彻底与萧嫣 不死不休啊 不过是个有点天赋的小辈而已 还能让我云山如何记得 况且这小子三年都杳无音信 怕是死在哪儿了 我本以为你已经将他忘记 准备让你重当宗主之位 现在看来 你还是忘不了他 那萧嫁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 很久之前我便接到消息 萧嫁残党就在米特尔家族庇护之下 这一次 我要他们在迦玛帝国彻底灭绝 老师 您要动米特尔家族 您就不怕会引起其他势力不满 让云兰宗成为众矢之地吗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哪儿有这个胆量 他们若敢妄动也好 我正好大清洗一次 老师 您再执迷不悟 云兰宗迟早会毁在您手上的 放肆 你现在竟敢如此与我说话 云兰宗不会在我手中覆灭 相反 我会把他带到一个历代宗主 都未曾达到过的高峰 还有 你最好将那小子忘掉 就算他还活着 你们之间 也绝不可能 亚非 什么事让你这么急把我们都叫来 你怎么会把他带到一个历代宗主 你怎么会把他带到一个历代宗主 我刚收到情报 云兰宗最近异动平平 似乎已经发现我们米特尔家族 在庇护萧家族人 他们想对我们动手吗 他们的动作极其隐秘 若非我在云兰宗安插了眼线 根本绝查不到 目前只能说很有这个可能 云兰宗是加玛帝国最强势力 加上有云山在 果真对米特尔家族动手 其他势力若选择明哲保身 到时候米特尔 怕是要独立应对 不管怎么样 家族都得全面加强警戒 做好应战准备 好 我等下就去安排 还有你们萧家族人 从今天开始 尽量少外出 以防不测发生 抱歉 我们把米特尔家族拖下水了 你就当这是老夫的一场好赌吧 海老是赌我三弟一定能够归来 并成功打败云兰宗吗 我相信海老离营的那天 应该不会太远 小家伙 我也相信 你会以强者之态 回归加玛 二哥 到哪了 刚到一个叫万炎的小国 在一个月左右 应该就能到加玛帝国了 这一路 没有惊扰到沿途的势力吧 我们一路匆匆 没惹任何麻烦 怎么这么安静 子爷呢 那丫头啊 闲船上无聊 拉着彩琳往前飞去了 没那家伙在耳边吵吵闹闹的 反而觉得不习惯 说来也奇怪啊 彩琳的女人凶巴巴的 对子颜却不错 这段时间 两人经常一起出去玩 感情挺好的 他们的本体都是魔兽 可能因此惺惺相惜吧 而且子颜那跳脱性格 又刚好跟彩琳互补 姐姐 我打探清楚了 这个藏宝洞的主人啊 还是一方势力的大宗主呢 势力达到斗宗级别 不过却是个贪婪的家伙 最大的爱好 就是去各地劫掠和搜刮绝品妙材 害怕别人也打他这些脏物的主意 就把他们藏到这个荒山野里 以为没人会发现 没想到老远就被我闻出来了 只要我把里面的药材弄到少 就可以让校园都给我练碎弹药 不过守门的六阶魔兽 有点棘手 解决六阶魔兽倒不难 不过动静太大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小子又要落法 强连姐姐 我有办法 这倒是个法子 但那可是相当于窦黄的魔兽 你会不会 嘿嘿 我以前 没少跟这种级别的魔兽交手 现在还不是全是全眼的 好 那你小心点 大花猫 来玩玩 小鬼 你想干什么 送我你啊 找尸 大猫咪好凶啊 快啊 空间捷径 可惜还不够强 小短 趕快趕快 大笨猫 你以为就扭翅膀啊 老人 小致 打猫咪 小鬼 你敢说我 小鬼 现在我看你叉翅也难偷了 这该死了火焰 谢谢救命 斗通强者 你我都是魔兽 我不伤你 石像的话 赶紧滚 自言 这你拿着 姐姐 断手了 药材都在里头 那是 主人的宝贝 原来我中了你们的吊虎离山之计 完了完了 主人肯定饶不了我的 大猫咪 你好好的魔兽不当 干嘛要给人当看门狗 像我们这样自由自在的不好吗 你以为我不想 看那混蛋宗主在我身上架了这道封印 就我给他看守山洞 我能怎么办 那横手都是死 我必须将功折罪 把东西还给我 不受束缚的感觉太好了 不受束缚的感觉太好了 独宗大人 谢谢你 还打吗 不打了 那个混蛋宗主的东西都是抢来的 活该被你们拿走 我再也不用给他卖命了 自由了 没受伤吧 我要是能像彩琳姐姐那么厉害就好了 你有无限的潜力 只是被困在这具人形身体里 实力发挥不出而已 没事 等萧嫣给我练出换形胎 我就可以恢复本体了 吃惯萧嫣练的药 这果子真难吃 那家伙答应的事 谁知道几时能多一些 姐姐怎么不相信小颜呢 我觉得她人很好啊 姐姐 走吧 终于安全返回了 你们俩去哪了 好浓的药材器械 你这鼻子比魔术还灵嘛 这些你都收着 除了给彩琳姐姐练药外 其他的多练这些药丸给我 不能全吞了 这 这是玉龙咸 其汉灵芝 你们从哪弄到的 当然是从一个 宗门的藏宝洞里了 藏宝洞 你竟然带她去偷药材 你知不知道 这可能会给我们 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有问题我自己会解决 我可不想等到炼芝复魂丹尸 你有时候药材还没涨齐 你 小语你放心啦 彩琳姐姐一直记得 你说过不能惹麻烦 所以都克制住 没克制她动机 我可不是为了她 你们以后没我允许 不准离开 姐姐 姐姐 别生气啦 二哥 我们加快速度吧 嗯